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让我想到了各地的婚俗习惯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贵州的婚礼 贵州的婚礼和我们一般的婚俗不太一样 因为那里的少数民族特别多 那里的婚礼会有人家很独特的一套 那怎么不一样呢 今天我们就把贵州各地各种的婚礼风俗 来了一个大杂会 为您全面的呈现这个贵州式的婚礼 来一起看片子 贵州式婚礼冻房片 一场婚礼什么最令人期待呢 当然是新郎新娘入冻房 不过在入冻房之前 有很多东西一定要事先准备好 比如说这个 哎呀 冻房花竹叶是过去的人生四大快食之一 您想啊 在冻房里除了需要一位韩清默默 如花似玉 含苞带放的新娘子之外 还需要什么 一顿红竹 在不一族当中呢 他们特别讲究点这个龙凤竹 你看这条龙竹上面 这条盘龙特别精美吧 您知道这龙鳞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冻房花竹叶 当然是要事先准备好一顿漂亮的红竹了 在不一族的婚礼中使用的龙凤竹 它的制作过程很有意思 做蜡烛的师傅 手里拿着这么一个带拽的工具 在蜡油里这么一战 再在凉水里一战 再在蜡油里一战 最后在蜡烛上这么一点 打着卷的龙鳞就做出来了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的样子 于是我们的主持人康永 决定给自己的婚礼 也提前准备一对龙凤竹 可他忘记了一点 往往是别人做着容易的事 到了自己这儿 那可就完全不是一码的事了 费了半天劲自己动手做的一对红竹 怎么也得给自己找一个点蜡烛的机会呀 您看这位新郎官眼熟吗 就是康永 今天呢 还要客上一把不一族的新郎官 准备和漂亮的新娘子 比比谁跑得更快 哎 不是说住洞房吗 怎么该再跑了 在那个不一族的婚礼当中呢 新郎新娘结婚之后 谁来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 包括人事大权呢 其实呢 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就是进新郎新娘进行车比赛 赛跑 谁啊 先跑了洞房里员 只要脚一踏进门 嗯 以后这一家之主就是他 所以今天呢 我这和我的新娘子进行一次赛跑 我相信 得胜者 我肯定是有自信的 哎 我们从三到几十好不好 准备啊 一 哎 哎呀 这不是男孩子跑不过女孩子啊 那是新郎 要让的新娘 因为在不一族的婚俗当中呢 一定是女人当家做主的 新郎绝对不能和新娘抢这个 哎 你看 在不一族当个新郎 那多舒服啊 可以甩手掌柜 什么都不管 悠哉悠哉 我进去当新郎了啊 红红的烛火在暗头 我的心也照得滑烫 红红的霜西 一年转 哦 好黑啊 人吗 贵州市婚礼 求爱天 小伙子想娶媳妇入洞房 那得先赢得姑娘的荒心 八十年代的时候 流行在公园介绍对象 九十年代流行一见钟情 如今二十一世纪都实行网恋了 但是在贵州 不一族青年男女 谈恋爱的方式一直没变 还有个奇怪的名字 叫浪哨 怎么个浪法呢 说白了 就个对歌 歌唱得越好的小伙子 越能赢得姑娘的芳心 至于接下来嘛 就是两个人去大树底下单聊了 不过这要求也够高的 既要有帕瓦罗继的歌喉 又要有乐器演奏的才艺表演 快赶上选快乐男生了 没辙呀 在如今这个男多女少的社会里 想博得姑娘的芳心 没点真本事 那哪行啊 贵州市婚礼 婚宴片 新婚大喜的日子 当然少不了要大吃大喝一顿了 不过在贵州 要想进少数民族村寨里 喝酒吃饭 可不是件容易事 因为这里的兄弟姐妹们 实在是太好客了 客人还没进寨的大门呢 一杯杯米酒就已经端到您跟前了 您要是想耍来不喝 那可不行 这样一是显得您对主人不尊敬 二呢 主人也绝不会给您这个机会 可是按这么个喝法 估计还没到饭桌前 您就喝趴下了 可以少喝酒的方法 就是啊 千万你的手不能碰着对方的手 对方的酒杯 喝的时候把手背过来 舌头碰着酒就算喝了 在贵州的很多少数民族村寨 您都会遇到这样的进门酒 虽说我们介绍的这种方式 也不是百事百灵 但是呢 也能让您在不伤面子的情况下 少喝两杯 在通过了酒精的考验之后 您就可以去享用村寨里的美味食品了 打瓷吧 是贵州少数民族酷爱的美食 喜庆的日子里一定少不了它 不过打瓷吧绝对是个体力活 因为糯米太黏了 经常是黏住木棍 看似轻松的动作 其实很费力气 如果您只是为了图个新鲜 还是等别人把糯米打好之后 自己动手包上一个就足以了 除了熟悉的打瓷吧 在不一族举行婚礼的时候 还有一样美味的糯米食品 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食品一看就有食欲 五颜六色的 卖相非常好看 这就是贵州有名的五色糯米饭 您别看颜色挺花哨 其实这里边全是糯米 那它又是怎么变成五颜六色的呢 这种五色糯米饭 它是用不同的草的颜色染的 你看这个 就是用黄染成黄色 那黄呢可以调成什么深黄浅黄 那么这个呢是紫色的 可以调成深紫浅紫 这两种颜色再掺和到一起 又能调配出不同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五色糯米饭啊 它完全可以调出若干种 不止五色了 五色糯米饭 补点的非要是五种颜色的 这里的五只是个虚数 你想做几种就做几种 要是有兴趣 您在家也可以试试 咱们没有当地染色用的紫米草 黄米草 您可以用线菜 这种枝叶颜色比较重的蔬菜 把泡软的糯米放在这种天然的染料中 搅拌均匀 浸泡不同的时间 也能染出深浅不同的颜色 等每一粒米都染上了颜色之后 就可以上锅蒸了 大概要蒸一个小时左右 不过在这中间 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 缺了它 蒸出的五色糯米饭 很可能是既不好吃 也不好看 蒸五色糯米饭的诀窍就在于 糯米上锅蒸三十分钟之后 要淋一次凉水 当地人管这道工序叫分水 把握恰当的时机进行分水 这样蒸出的糯米饭 还能颜色鲜亮 颗粒饱满 吃的时候 还有最佳的口感 至于是什么原理 主人也不是很清楚 算是多年经验积累 总结出的诀窍吧 说着说着 期待已久的五色糯米饭 这就出锅了 嗯 又香又软 吃起来还有点甜味 贵州市婚礼 迎新天 酒也喝了 饭也吃了 新人入洞房 你也看了 这贵州市婚礼还差一样 刚才忘了跟您说了 就是这新郎官是怎么把新娘子接回家的 现在办婚礼 接新娘子的车队什么样的都有 有开大吉普的 有骑摩托的 有灯自行车的 还有拉板车的 但是如果您要接的新娘子 家住在贵州 秦隆 那可就坏了 那有条路 甭管您开什么车 都够您费劲的 都说贵州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 今天到秦摩托山上来 这一路走的是有惊无险 但是还有更显的地方 就这张照片拍摄的 这段公路叫二十四道拐 是六十多年前一个美国人拍摄的 看 它为什么叫二十四道拐呢 来看看这个 怎么样 全是大胳膊肘弯 为什么在六十多年前 人们要花这么大力气 来修二十四道弯的公路呢 在贵州的大山里 修这么一条有二十四个胳膊肘弯的公路 当然不是为了结婚 娶新娘的用的了 当年走这条路的 可都是十个轮的军用大卡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人切断了中国的海上交通线 大量的军用物资 不得不依靠汽车 通过滇变公路 再经过贵州 运到当时的陪都重庆 贵州的秦龙是必经之路 所以才在这大山之中 修了这么一条险峻的公路 传说这条路可是显得不得了啊 要了不少人的性命 可其实呢 这是个天大的冤啊 刚才啊 在上面看着24道馆啊 觉得特别的险峻 怕不敢走的样子 这回坐车一走 发现很平稳 没什么事 不过呢 人家还真应该就叫24道馆 最险峻的地方 为什么呢 你想 我们是和平年代嘛 坐这种小车 悠悠闲闲的下来 刚才师傀告诉我了 说有的司机师还专门愿意到这个路上走一走 找那种驾驶的乐趣 那当年呢 可是战争年代 你想一个大的这种载重的军用可车 里面又有什么武器弹药 还得避免这个暴露目标 那个才有真正的险 因为24道馆的险有目共睹 所以很多司机甭管在哪开车出事了 回去都跟领导说 报告长官 出事地点在24馆 这样呢 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呢 时间长了 24道馆的险就越传越玄乎了 如今是和平年代了 24道馆早就不走军车了 不过要是真有哪位新兰官 想玩点新鲜的 让自己的迎亲车队 在这走上一趟 甭管开什么车 都绝对惹眼 但是你也提前掂量掂量 自己开车的技术 连着24个大胳膊肘弯呢 手巢的 您还是老老实实绕道吧 一场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的贵州式婚礼 说到这儿呢 也要告一段落了 不过呢 有的观众肯定会说了 说这里面有好些事呢 好像和结婚的没有关系 其实呢 我们只是通过婚礼 这么一种形式 把贵州的一些 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呢 给串起来 给您介绍介绍 说完了这个婚礼呢 接下来我们要到 从江去看看 那里呢 有一个计划生育第一村 但是呢 我得先告诉您啊 说别看这个村子 挂着全国第一的荣誉 但是呢 却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光听从江站里这名字 您肯定不觉得感兴趣 因为它相对咱北京 不但有点远 还有点偏 可是要跟您说 站里的一百多户人家 每家每户都生俩孩子 而且还肯定是 一男一女 估计您的兴趣就来了 您呢 大哥您家几个孩子 也是两个孩子 你们家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 也是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吗 你们的同学呀 你们的那些小伙伴呀 也都是家里边 都两个孩子是吗 有没有是两个男的 或者两个女的的 您看 问了这么多孩子 这么多孩子 全都是一家一伙 两个孩子 而且是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在少数民族 都是俩孩子 这不新鲜 因为国家政策 允许呀 但为什么 每家每户 准时一男一女 您还能解释清楚吗 而且这稍微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人类的性别 是由染色体决定的 打精子和卵子 一见面 这男女性别 就已经定了 根本不可能 人为控制 可就是大家认为 不可能人为控制的事情 各在战里 却有了另外一种 不可思议的做法 怎么个不可思议呢 告诉您 未必相信 但人家确实是由一位 神秘人物 来掌控男女性别的 而且神秘人物 就是战里的 钥匙 这个传说能掌控生育的人物 起初让人觉得很难得见一面 但实际上非常容易拜访到 而且表面看上去 他也和普通人 他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钥匙只传女不传男 上一代钥匙老了 就会将秘方传给自己的女儿 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 就由寨子上的人 推举全村最善良 最贤惠的妇女担任 所以就是这样一位 看似普通的女人 却在当地相当受重视 因为她的本职工作 可以决定整个寨子的命运 但是未出生的孩子 她的性别连发达的医学都很难控制 就靠这样一位 看上去很普通的药师 就能解决得了吗 她掌握的神秘药方 究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站立动寨 每家为什么就不多不少 都生俩孩子呢 而且一定是一男一女呢 站立人的祖先是由广西 迁徙来到贵州从江的 最初只有区区五户人家 过着自给自足 男庚女支的日子 人口呢 一下子就发展到了百余户 可人多的结果 却是全村人越来越吃不上饭了 所以债民自打清朝初期 就制顶了债规 一对夫妇只允许生两个孩子 多生就依债规进行处罚 严重超生者将永远逐出债门 也正是因为人们严格遵守债规 所以站立的人口控制 从来就没让国家操过心 只生俩孩子倒也不难 大不了生完第二个就不生了呗 可问题是为什么 还要生一男一女 而不是两男两女呢 要说人家占领洞族 可比咱们汉族人开通多了 因为人家就不认为传宗接代 是只养儿子就能解决的 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所以人家早就意识到了 只有男女比例平衡 才能保证整个寨子发展的道理 剃这个头啊 剃头啊 剃头发 使这个刀剃头啊 这个刀的 这刀怎么剃啊 你看嘛 剃给你看嘛 这刀只是用来剃头啊 只是用剃头啊 割草剃头都可以是吗 这很锋利的这把刀 可以拿这个 杨州著名三把刀之一的剃头刀 大家都熟 手法讲究 刀型小巧 可手法再好的师傅 要是没把好刀 他也很难上阵的 因为巧妇难为五米之吹呀 可在巴沙苗寨 这儿的人真够胆大有创意的 剃头技术的好坏 从用的家伙事上就能体现出来 什么工具啊 镰刀 你要问当地人是怎么发明 用镰刀剃头的 人家解释也很简单 就是当年生活条件差 使用的工具很有限的缘故 既然镰刀能割草 那肯定也能剃头啊 就这么着 镰刀剃头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要说在咱们平常人的眼里 给孩子剃头 是要到专门的理发店 找专门的师傅才成的 可巴沙人管不了那么多了 大人小孩都用一样的刀刺口 这不 眼前这位才三岁 在一边看的人是提心吊胆的 可给人剃头的 却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一副平静的样子 看 本世纪最流行的一个发型 巴沙人酷酷的发型 是因为当地人特别崇拜树木 脑袋周围的头发 逃比树的枝差 只有定期修理掉 才能保证更高处的树冠 枝叶繁忙 生命力才能更旺盛 巴沙人出生的时候 栽一棵树 去世当天 才砍一棵树 做成棺材 将人抬进森林深处下葬 如果发现 谁私自烂砍烂罚了 村民就会罚他120斤米 120斤油 再加120斤肉 请全村人吃饭 这项村规相对于 巴沙人的生活条件来说 还是相当苛刻的 所以这么多年 全村只有在1976年 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时候 破例看下了一棵 被当地人认为是树神的 香樟树运进了北京 到贵州丛江的少数民族旅游 最吸引人的 绝对不是少数民族的歌舞 而是人家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 就拿少数民族的好客来说吧 大部分是让您敞开胃口喝酒 可生活在丛江岁里的瑶族 却有着另外一种 与众不同的欢迎方式 小卫卫 你这是干什么呢 就是煮药水洗澡 您到这翠里瑶寨来 吃饭喝酒 那就自不必说了 但只要您到人家里来 肯定会给您煮 这么一大锅的洗澡水 这个就是我给您提到 翠里瑶寨神秘的地方 药浴 这水大概得有四十多多 我觉得有点烫 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 是这个浅黄色的 得了 我也不跟您多说了 赶紧脱衣服洗了 大哥您这就别拍了 您这就别拍了 用来泡药浴的草药 都是瑶族人自己在深山里采来的 在外人眼里 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只要您把这些草药 放在锅里一煮 用煮好的药水来泡澡 就有强身健体的功效了 究竟功效神奇到什么份呢 据说正常产妇泡了药浴之后 两三天就能下地干活 不用过月子了 但只是听说 不过我们在寨子里的确发现了 有近百岁的老人还在下地干活 而且人家都说 自己仍然天天坚持泡药浴 这倒是不得不让人相信 药浴的功效了 大哥要不要加点热水啊 热水啊 是啊 来点吧 好 要还一门呢 不是 这水啊你放点吧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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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您这小妹实在太热情了 你看到没有 据说呀 这泡澡水啊 不光能用来洗澡 还能喝呢 但是啊 我跟这泡了 就不用这喝了吧 这泡了实在实在是太舒服了 哎 拿了您哪位把这门 把这门给我关上 把这门给我关上 谢谢谢谢你们了 在贵州从江溜达上一圈之后呢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梦想 哎 那就是先到这个站里洞寨呢 找药师讨不药 然后呢 生男生女都可以 等这个生忙孩子之后呢 跑到翠里瑶寨 跑个药浴 省的坐月子了 最后呢 抱着孩子到八杀苗寨 用镰刀给孩子 踢个胎毛 留个纪念 这讲法是不是很有创意 不过呢 要等到站里洞寨药师 对外公布神秘配方那天啊 这个梦想才会变成真实 好了 说到这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还是希望各位在每天中午的时间呢 锁定我们云南卫视 关注由金星啤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旅游新之空 每天我们都会有精彩的旅程 要风赏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好 雨你 efforts加油 不妄想要看 soils 咱们宥啊 好 不妄想要看 rooftop 苹 fruits 元土 minds0 资许 三C bi 一 山野云南眉 漫漠三月间 摇破吉祥水 歌语云南眉 舞语云南眉 多首二十万 逃得四海醉 云南的眉是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眉是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眉是神奇的美 云南的眉是忘不了的美 云南的眉是看不够的美 云南的眉是说不完的美 云南的眉是题材的美 阴暖的美是忘不了的美